虽说隔行如隔山啊 但颠覆行业的总是外行 万表流行力天书节制器 感谢大家再次聚拥过来啊 你们的内容你们定制 互动区里的提问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题 怎么能确保你的评论成为选题呢 偶发评论够呛啊 群发才行 作弊一下啊 发动你朋友提同样的问题 这期就是从评论里产生的 有粉丝希望讲讲万宝龙美奈华 下面就是我们给大家上的菜 一说万宝龙啊 名声不亚于浪琴 因为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 万宝龙是作笔的 那么万宝龙的万表怎么样呢 万宝龙的美奈华万表又是什么标准呢 这就值得讨论了 如果你认为万宝龙是作笔的 你很可能错失了一个发现好表的机会 顺便问一下 你喜欢古董车吗 你觉得玩古董车的痛点是什么 说回万宝龙啊 作笔的好处是注重性能 设计好 你看这logo啊 很优秀的设计 万宝龙的Time Walker 时光行者 镂孔表尔也是之前瑞士表很少用的设计 老历史做不出来吗 肯定能啊 但不符合他的传统啊 所以你看品牌给万表设计带来了小改俩 虽说隔行如隔山啊 但颠覆行业的总是外行 曾经赞叹万宝龙 这个德国书写品牌的设计水准 但后来小小的也惊讶了一下 万宝龙的表品质好 有500小时的检测 我去瑞士 特点高复杂和高级做工 今天我们主要谈做工 我得承认 我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 参观完万宝龙在威勒黑的表厂 我不得不承认 威勒黑是瑞士高级制表打磨的一块飞地 从产业地理上 瑞士能够提供三星打磨的产区 是鹿山谷产区 甚至业内人士透露啊 即便是日内瓦产区的品牌 他们的基心打磨也是在鹿山谷完成的 其实这也好理解啊 只要去过鹿山谷 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和地理就能理解 这里就不展开了啊 来威勒黑 就是要看美奈华表厂 美奈华的表 尤其是画归万宝龙的美奈华 明摆着是高级做工 三星级 相当于宝破朗格的做工 美奈华的做工 以导角手工抛光为标志 去之前我怀疑 基心打磨会不会是外包的呀 结果进去一看 果然有几个师傅在那打磨呢 连抛光用的木材都跟我在宝破看到的一样 我当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木材的名字 但是后来似乎找不到了 有人把它翻译成青龙木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木材啊 不过那些木材也不神秘 就是宝破院里长的那种小树 在瑞士很多地方都有 参观回来 我们把万表都发的测评标准调了一下 美奈华的基心做工 调整为三星级 玩表 除了颜值还有做工 当我们说美奈华的表的时候 如果因为品牌是万宝龙 就不看美奈华的表 那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万宝龙美奈华的表相当于能上牌的老爷车 老爷车也好 古董表也好 优点就是做工好 但并不是所有老机心的表都是这么好做工啊 你得会看 留一个问题给你 这个问题啊 答众的比例很小 美奈华这两代即时机心的即时加版有什么变化 提示一下啊 打磨没变化 但是加版造型有变化 为什么 我们在评论区里讨论 做工好只是一个方面啊 专业测评不但测做工 还要测机构 在机构方面 美奈华的即时表都是手动即时机心 这个在现代预定下缺少了自动上弦 少了自动上弦 就好比餐厅虽好 但不让堂食 倒也没那么夸张啊 就好比没有空调的厂盆跑车 这还差不多啊 没空调的厂盆跑车 我们挑好热子开出去就是了 手动上弦的万表也差不多 经常上弦 防水是一方面 润滑油的挥发也是应该考虑的 表说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再说一下古董车 我们说万宝龙的美奈华 相当于能上牌 还有售后的老爷车 但拿这个牌子比喻合适吗 为什么 欢迎大家弹幕轰炸 说不定能催生出下一个关于车的节目呢 OK 万宝龙的美奈华就先说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关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